好 現在我就來演示一下如何控制球的方向 那我前面是發力帶動 最後我要轉方向的時候 我就要靠方向盤往左還是往右 那麼控制球的方向呢 其實是靠著這個中間的這些肌肉 轉過來以後 方向盤轉過來以後 我還是得甩出去 轉過來以後我還是得甩 你不能在甩的時候去換方向 那這樣子的話可能就會影響你的發力了 好 那我就來演示一下左右方向如何控制 好 那帶動還是後輪驅動 然後中間的肌肉一轉 最後甩出去 然後把方向轉過來以後再甩出去 好 先帶動換方向然後再甩 那今天呢我就來講一講 如何控制球的方向 就是左啦 右啦或者是中間啦 這個是方向 方向會很多樣性 就像你的方向盤一樣 我們要怎麼知道控制它 哪個肌肉發力 哪個控制方向 哪個肌肉呢該放鬆哪該甩 我腿以上的帶動呢 我大毛手它只是一個給你一個發力 我後輪只是負責發力嘛 我負責推 小臂要手腕是可以轉彎的 所以小臂手腕呢 它是可以控制方向的 所以用這個比較小的肌肉來控制方向 就對了 比如我一開始我出的是 出的是那一邊 但是我後面其實是可以轉彎的 你看 我要直直出去 我就是方向盤不動嘛 保持原位不動 就直出去了 但是我最後想轉的時候 我方向盤是不是可以靠中間的肌肉 把它轉過去呢 它方向的話呢 還是屬於中間的這個肌肉在管的 我本來是直的往這個方向推 然後我最後想轉一個方向 就靠這些小的地方就轉過去了 所以它這一節呢 也要非常的靈活 所以大家呢 慢慢慢慢的學會去轉著打球 對 那這一堂課呢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教大家怎麼樣能夠 臨時直的走 改變方向 一開始在練發力的時候呢 動作比較直 都是打的同一個點沒關係 打著打著你就知道怎麼變方向了 好不然你的方向一直是直的補 大家也覺得你 打的球很boring 很容易知道你打了 好有了這種 轉換方向的這種能力的話 你就可以騙人呢 稍微有點點基礎的人 可以嘗試一下 好那今天這一堂課就講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看